也是這麼龐大的一個機構 然後還有這麼多的顧問公司 我們也搞不夠一個 我是不好說 他懂什麼東西 離空一百年議會結束 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捐蘇培講到 當時的北農總經理吳英林 提出的第一菇菜市場改建案 說可以升11億 但是市場可問做得很想起 菇菜市場也說到衛生集團有關 吳英林想起來 覺得說有問題 當時2017年10月18日的時候 印小威議員就帶著 威京集團的顧問吳順明 到第一菇菜市場進行了會刊 是不是因為如果采納了這個方案 之後就不用進行檢像發包 他還有當年印小威跟吳順明的相片 但是國民黨的議員 尤淑慧說吳英林是在補兇7萬 說吳英林的版本 是合計3億5千萬的預算 但是吳英林解釋說當年是當時的 跟部局長盆振生 堅持跟北農 要減的地方又加回去 真的會很加 我覺得都不要再去這個時候再去縮嘴 好像去刷存在感 問題在於當年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沒有做好規劃 這是第二個 第一個 然後檢像發包又預先承諾中公 這有沒有涉嫌綁標的問題 另外尤淑慧是說問題也是出的 柯文哲當年是減行法包和中華 審定提標 不然還對他49億的預算 懷疑是道理清雄 哪個議員都很關心 柯文哲真的經不起檢驗 也才會發現說柯文哲八年前 原來可能早就跟中公 或者是審信金集團 其實關心非常的好了 目前的建議是希望能夠續檢 整個案情的發展 我們會持續密切的關注 如果有起訴判刑確定 就會依照違反独自計畫法 來要求停工 郭菜市長是這樣去 很可能是柯文哲另外一個微博堂 也是台北市長講我們 愛吃胸腦肝的事情 民視新聞台北報道